緩解糧食危機 歐盟要求普京放行烏克蘭糧食出港 烏軍陷被動 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中情火箭炮系統 在沙漠和南極搞清零 中共避風真是有病 上海政局詭異 李強叫復產 企業團體公開說復工不復產 世界風向變立 電影音樂作品越抗共越賺錢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6月2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5月30日晚上 歐盟達成對俄羅斯石油禁運協議後 31日將重點關注如何幫助烏克蘭 將被封鎖的糧食出口的問題 如其歐盟領導人將會呼籲莫斯科停止轟炸交通基礎設施 解除對黑海港口的封鎖 令糧食可以從烏克蘭港口特別是奧德薩運出 烏克蘭之前指責俄羅斯 阻止當地2,200萬噸穀物出口 加劇了全球糧食危機 聯合國表示 2018年至2020年 非洲國家從俄羅斯和烏克蘭進口的小麥超過四成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星期二承諾 將會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拉夫羅夫6月8日將會訪問土耳其 討論在黑海開闢安全通道 來運輸烏克蘭穀物的問題 俄羅斯戰爭近期在烏東的戰況顯示 烏克蘭軍隊處於被動 其中一個原因是烏克蘭軍隊缺乏進攻性的重型武器 美國正考慮彌補烏軍的這項軍事不足 拜登政府5月31日表示 他將會向烏克蘭發送高科技中程火箭系統 這是烏克蘭領導人一直要求提供的關鍵武器 兩位不透露聲明的高級政府官員對美聯社表示 這些火箭炮系統是新一批7億美元軍事援助的一部分 其中可能還包括直升機、角色雷達、標槍、反坦克導彈、戰術車輛、備件等 在支援烏軍的武器裏 火箭炮系統被指是目前最關鍵的武器 一名沒有透露聲明的官員表示 這種中程火箭炮系統 可以精準打擊大約70公里外的目標 31日晚上 拜登在《紐約時報》的編特稿裏證實 他已決定向烏克蘭人提供更先進的火箭系統和彈藥 令他們能夠更精確地打擊烏克蘭戰場上的關鍵目標 拜登在文章中表示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將會通過外交手段結束 但美國必須提供大量的武器和彈藥 令烏克蘭在談判桌上擁有更大的籌碼 拜登三手表示 美國不會向烏克蘭提供可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火箭系統 無透露聲明的官員表示 烏克蘭人已向美國官員保證 他們不會向俄羅斯境內發射火箭 烏軍期望利用這些火箭彈 在頓巴斯地區攔截俄羅斯的炮火 並摧毀北頓葉茨克市周邊的俄羅斯陣地 烏克蘭總統習年斯基一直在懇求西方國家 盡快向烏克蘭發送多管火箭系統 以幫助阻止俄羅斯對頓巴斯地區城鎮的破壞 習年斯基在最後一次講話中說 我們正爭取為烏克蘭提供所有必要的武器 以改變戰鬥的性質 並開始更快更有信心地驅逐佔領者 曾任北約最高指揮官的美國空軍退役將軍 布里德洛夫表示 多管火箭系統對烏克蘭很關鍵 布里德洛夫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對這支軍隊的供應 令他能夠完成世界要求他做的事情 在戰場上和一個超級大國單獨作戰 繼沙漠核酸、雪山核酸之後 中共在南極亦大搞核酸檢測 被民眾諷刺真的有病 在寒冷的南極 一個大白在雪原上為科考隊員做核酸的畫面 令民眾哭笑不得 中共喉舌新華社高調報導說 自疫情爆發以來 中共在南極的長城站、中山站 取取嚴格的防疫措施 至今保持零感染 民眾見到消息 無奈感嘆中共真的有病 防疫防到走火入魔 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斷 自沙漠核酸之後 南極核酸都來了 下一步是否要在南極全面消殺 5月12日 網上傳出了一段沙漠地區 民眾大排長龍做核酸的影片 民眾取笑說 本來每家每戶一年都遇不到一次 現在好 召集在一起給病毒一個機會 兩天後 又有一段據稱在海拔4千米的雪山上 排隊做核酸的影片流傳出來 有評論認為 中共花樣百出地折騰民眾 是想將控制人民的工具和手段常態化 這才是清零的真正目的 迫於經濟和輿論雙重壓力 上海從強制封城轉變為強行解封 上海當局宣布 自6月1日起解封 市衛書記李強下令全面恢復正常 強調居委會不可限制居民出入 快速推進復工復產 不過有自稱是上海企業家的團體 發公開信挑釁上海當局 說復工不復產 似乎上海水面下有一股詭異的勢力 5月30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會議 並以視訊方式連線到全市 各行政區 街道和鎮 市委書記李強在會上說 大上海保衛戰取得階段性成果 接下來要全面恢復正常生產 生活秩序 還說要加快推進復工復產 復商復市 做到應復進復 應放盡放 不能夠層層加碼 李強這番講話 被認為標誌著上海 從最初的強制封城 開始轉向強制解封 李強講話之後 當日上海市政府發布通知 自6月1日起 全市解封 要求有罪恢復住宅社區出入 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 此外通知還特別強調 非風險區的居委會 不可以任何理由限制居民出入 不過有民眾在微博披露 上海宣布解封當日 多個社區居委會立即發布通告 將社區升級為管控區 繼續限制居民出行 有民眾諷刺 經居委連夜討論 決定將防範區提及 合理合法不執行市政府工作 苗 另外 就在李強宣布強制解封 推進復工復產的同時 出現了一股頗有來頭的反對勢力 公開唱對台戲 說復工不復產 5月31日 一個自稱上海部分企業家 同投資人的團體發出公開信 宣布躺平清零 復工不復產 喜迎二十大 公開信中顯示 這些企業家實力非同一般 說我們這幾個稍有所成的創業者 和投資人 雖然在擁護上 和全國幾千億人民幣投資規模 僱傭員工幾百萬 但就舉報為奸 這些企業家公開訴苦說 在兩個幾月的封城期間 為了填飽家人的肚 忍辱加入高價團購接龍大軍 期間履壽街道 居委警署 和不明身份人士 逼迫抗制隔離 上門消殺 駐半威脅 不匪的房產 根本無法成為我們家人的庇護所 企業家仍直言 感謝上海這家政府 令我們徹底清醒過來 乃至覺醒起來 我們不再甘惠待宰的肥羔羊 戒風在職 我們唯有接受經濟規律 為我們做出的命運抉擇 躺平清零 復工不復產 喜迎二十大 公開信中 還提到諸多敏感話題 公開信說 韭菜已經被割了幾次 法治淪為人治 經濟被政治綁架 幾百萬新官畢業生 將會被迫融入失業人潮 社會動盪 無可避免 何探內循環 為此 我們期盼二十大 能為我們帶來餘下春風 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為經濟發展解除政治束縛 平反冤架錯案 例如任志強案 孫大五案等 追回蒙冤企業家損失 釋放平反良心反 思想反 政治反 他們是民族責糧 國之貴保 有分析指 這封公開信 針對的對象顯然是習近平 最終訴求是要求二十大上 帶來的春風 很明顯是指倒閘保共 和之前推出客觀評價習近平 客觀評價博熙來的文章 訴求類似 應該是江派搞出來的 時事評論員周曉輝表示 江派在上海盤踞多年 馬仔遍布各個政府機構 金融經濟系統 在雜光博弈持續未憂的背景下 他們樂於見到中南海的笑話 並通過自己的不作為 或亂作為為習近平製造麻煩 荷里活電影《壯志靈魂2》 至今未獲得中共機構批准 在中國上映的審查結果 它是一連串缺席中國市場的 荷里活巨型製作中的最新一部 不過《壯志靈魂2》 沒有中國市場 但全球市場上映兩天 就獲得1.51億美元的票房收入 亦成為明星Tom Cruise 職業生涯中開局最賣座的一部電影 《無獨有偶》 在之前遭中共拒絕門外的兩部美國電影 《奇異博士2》和《蜘蛛俠無家日》 亦獲得爆棚的票房成績 那麼受世界歡迎的影片 但就被禁止在中國上演 因為影片中有觸碰中共的敏感神經 《壯志靈魂2》一片中 Tom Cruise扮演的男主角 身穿一件皮jacket 上面縫製著代表日本和台灣的旗幟 因為該片是紀念美軍巡洋艦 加爾維斯敦號1963年到1964年遠東巡航任務 行經日本、台灣等國家和地區 所以jacket受有中華民國、日本、美國國旗和聯合國旗幟 在1986年拍攝的《壯志靈魂TOPGIN》中 亦因為中華民國和日本國旗的畫面被禁止在大陸上演 之後荷里活討好中共對犯了中共大忌的國旗 做了修改後被中共審查部門放行 對荷里活對中共下跪之舉 當時受到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 在2018年發表的對華演講中 舉例《壯志靈魂》的國旗事件 批評荷里活迎合中共進行內容改動 在《奇異博士2》的影片中 有幾個場景出現《大紀元時報》報箱 而《大紀元時報》是海外獨立傳媒 沒有審查地報導中國時局 而且是美國胡佛研究所認證的 北美極少數完全不受中共控制的華民媒體之一 但在彭斯批評荷里活的三年後 世界的風向變立 無論是美中關係或是大陸局勢 以及電影市場都發生了巨變 The Postmillennial網站的評論員霍夫曼 撰文說《壯志靈魂2》顯示 荷里活可能終於厭倦北京的審查制度 彭博社報導說 《壯志靈魂2》決定保留皮jacket上的國旗 這表明在涉及中共審查制度時 至少有些荷里活高層可能正在翻新的一頁 另外在大陸宣傳中共紅色主旋律的長津湖 被國人及傳媒人公開取笑 微共的生意開始破產 而抗共變成潮流 緊跟這個潮流的電影、歌曲等 受到世界各國觀眾的追捧 YouTube節目《十字路口》主播唐浩表示 當下世界各國領域對中共掀起了一股厭惡感 這個風向自然也吹到電影界和藝術界 藝術家和觀眾開始對中共戰狼的銳實力和政相欺凌 越來越反感 由此一股抗拒中共的新相機誕生了 就好像獲得幾千萬次收視的歌曲《玻璃心歌詞》所反映的一樣 既合時事話題嘲諷中共正成為一種時相 玻璃心創造的營收超過了數千萬台幣 換句話說 抗共是一門好生意 抗共是一門好商機 因為抗共傳達了無數人群對中共不滿的心聲 幫無數人向中共說出了心中的厭惡與反感 同時也維護了正常社會應有的道德觀與普世價值 但這些都是人們心中最重要的不可撼動的基本價值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收穫真相永不放棄 就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我是雪兒 明天見 可以旦保持你的 有一個休息 再說 uem 龍 謝謝 謝謝